哈囉大家好我是麒肉 相信大家都想要有自己的房子 不過在台灣有一句話是這麼講的 對四五年級生來說買房是個理想 對六七年級生來說買房是個夢想 對八九年級生來說買房是個幻想 更晚出生的基本上是連想都不用想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生錯年代就主動放棄 所以這次要講的主題就是 用最簡單的公式來告訴你 這輩子有沒有機會可以買房 不過在說明這個公式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買房子 絕對不是只有單純的頭期款和尾款 就像買車子除了貸款之外 還有油錢、停車費、保險費、維修費、保養費、洗車費 還有燃料牌照稅等 這些就是所謂的附加支出 所以在你正式簽價合約之前 除了要準備好20%的頭期款之外 你還必須要繳納所謂的印花稅 也就是由當地的不動產平價委員會所 評定的房屋平地限值加公告土地限值的0.1% 還有氣稅、房屋稅、再加上地價稅 除了以上這些稅金之外 另外還要繳交 設定費、登記費、代書費 還有火險地震險費 如果你是購買中古屋 還要再加上大約2%的仲介費 還有代管管理費 跟履約保證手續費 如果你看到這裡覺得頭有點痛的話 那是很正常的 在這邊順便教大家一個 保證可以治療頭痛的方法 就是把頭砍掉以後就再也不會痛了 如果你覺得這些雜費很複雜 在這邊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算法 如果是新房子請把房屋的總價乘以0.02 如果有經過房重的洗禮 請乘以0.04 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總價1000萬的房子 除了頭期款200萬之外 你還有準備至少20-40萬的雜費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正常來說 一般的新房子是不會有附裝潢 或是家電和家具的 所以如果以三房兩天的房子來說 就算你再怎麼省 家裡至少要有三張床墊 一張如果算5000 那麼三張就要15000 冷氣除了三個房間之外 客廳也要一台 一台算3萬就好 四台就要12萬 另外還有沙發、茶几 冰箱、電視、洗衣機 鍋碗、瓢盆、微波爐、烤箱和電鍋 這幾樣加起來算你13萬塊就好 再來是室內裝潢的部分 首先你天王板要找木工丁 客廳要有電視櫃 每個房間都有衣� 書房也有書櫃 門口也有鞋櫃 剩下的空間也有櫥櫃和五斗� 光是裝潢最少就要燒掉你50萬 所以除了20%的頭期款之外 你還要準備總價2-4%的雜費 再加上大約76萬的居家空間費 才是你真正該準備的頭期款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跳到下一步 頭期款到底要存多久 以台灣目前的經濟水平來說 一個家庭不含房貸和車貸 平均每人每月的人頭費 大概要支出1萬5左右 也就是說 以台灣目前的經濟水平來說 一家三口的總收入最少要達到4萬5 一家四口的總收入要達到6萬 生活才會比較沒有壓力 當然這個數字會因為個人的消費習慣 和地理環境等因素而優手不同 各位可以自己做調整 但是不管怎樣 你的家庭總收入勢必要大於你的人頭費 你才有可能存得到錢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有一對夫妻出來公婆家 然後有兩個小孩要養 而他們兩夫妻加起來 平均一個月的收入是8萬塊 那麼8萬減掉一家四口的6萬人頭費 就可以拿來當作投期款的基金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投期款要存多久 可以利用以下這個公式 也就是房價的22%加上76萬 再去除以你的家庭總收入減掉人頭費 所得到的這個數字 就是你存到投期款所需要的月數 舉例來說 如果你想買1000萬的房子 而你每個月可以存下2萬塊 那麼你將會需要用到148個月 也就是12年又4個月 但是這邊有一個重點喔 如果你所得到的數字超過180個月 也就是15年 那麼請你一定要把目標金額給降低 或是想辦法壓低人頭費的開銷 不然你會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 但是有能力買房只是第一階段 如何把貸款還清才是最終的任務 除非你的志願就是把買到的房子變成法拍屋 所以第二個公司要來告訴你 多少錢的房子你要有多少收入才夠 首先把房屋總價減掉20%的頭期款 也就是你的尾款 接著再把尾款乘以1.02也就是房貸利率 再除以20年也就是240個月 但是這個數字還不是櫻腳的金額喔 因為還要再加上每年的房屋稅和低價稅 所以要再乘以1.1才是你每個月的最小貸款花費 等於1000萬的房價 每個月的實腳金額應該是37400塊 不過還有另外一點常常被忽略 就是這個實腳金額絕對不能大於總收入的1.3 就算你再怎麼省 也絕對不能大於總收入的1.2 不然買完房子之後 你一定會被貸款壓得喘不過氣來 以這樣的情況來說 你的家庭總收入最少要3倍 也就是大概11萬塊才會夠 而且總收入另外的2.3 還必須滿足另外一個條件 也就是一定要大於你的人頭費才行 所以理論上來說 如果一家四口想買1000萬的房子 而每月的總收入是11.2000 那麼這家人將可以在4年又9個月後 完成第一階段的投機款 然後再花20年去把尾款搞定 重點是這20年當中 所有的收入都必須要夠穩定 而且中間不能發生任何意外才行 如果你在看完以上這些公司後 拿出計算機左算右算 倒著算躺著算趴著算站著算 結果發現不管你怎麼算 還是看不到一千希望的話 其實也不用氣餒 因為在外面租房子其實也有相當多的好處 比如說你不需要負擔房屋稅還是地價稅 遇到神經病的鄰居你可以選擇搬走就好 如果發生地震颱風等天災造成房屋結構受水 你也不用心疼 如果工作地點有變更 也可以隨時簽到公司附近 節省交通時間 如果不嫌搬家麻煩的話 還可以每3到5年換一次房 挑選屋林在5年內的房子租 這樣的話永遠都有新房子可以住 還有遇到家中需要修繕等問題 也是房東的責任 最後我想分享一個很簡單的公式 就算你每個月只剩一點點的錢 也能夠在兩年之內買到豪宅 首先呢 把你每個月所賺的錢通通花完 也就是變成所謂的月光族 等到這樣的生活過個兩年之後 開口跟你的有錢老爸說你要買房 然後不容易生 你就可以擁有自己的房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不過說話也說得好 知意行難 所以這種好事從來沒有發生在我身上過 以下在留言區也歡迎各位有錢老爸 能夠認我當乾兒子 他日必定以生相取 請不要誤會喔 我是說聲音的那個聲 以生相取 所以這段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是橘偶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偶碎碎唸 我們下次